Family, Yuli, Jungo, The Woman 我呢,自己娘俩那是太能左腰了,不过你真是不服都不行啊,那大使馆的领导就好像听着她娘俩的对话了一样 昨天4点41分,纳斯加给我打的视频,她说她接到了来自我们中国大使馆的电话,是一位女士 纳斯加说她的俄语特别好,原来这位领导是刷到我们的视频了,通过视频得知我们全家的签证遇到了问题 纳斯加说她非常详细的问了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,并为我们遇到的问题表示非常抱歉 但其实更巧合的是,就在昨天我们找的中介,也通知我们可以去拿签证了 就这样,这位领导的工作人员,也向我们全家表示了祝福,说祝福你们顺利能去中国 跟纳斯加挂了视频后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在4点06分,那个来自俄罗斯的境外来电 那正是我们领导的工作人员打来的,我一看来自国外,我也没敢接,这接一下子十来块钱 经过核对,那正式打给纳斯加的那位领馆领导 所以不管怎么样,玩笑归玩笑 在这里,我还是代表我们全家,真心感谢祖国大使馆,及大使馆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你看看什么,我捆了 帝子,帝子 帝子 帝子 Truth 中国 Red moment Esa